大考中心规划106或107年大学学测会有新的变革 不过我们就看到12年国教第一届的学生 106年又要面临生大学制度变革 当了两次的白老鼠 很多家长都反对 尤立伟就帮学生请命 对此教育部长蒋伟宁表示 其实目前还没有定案 会听各界的意见再说 那么另外教育部目前正在进行12年课纲草案公厅会 包括国文英文数学等考课必修 学分数全部减少四分之一 立伟就指出国文英文未来要增加考试内容 但是又要检课 做法十分的奇怪